在我的人生舞台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谢幕 我留下了27个剧本 请你们细细品味我的戏剧人生 听得叫师尊无形古佛 将带领我走向另外一个舞台 在那里 我会认真潜心修行我的编导演 继续坚持我的最爱 开门上台演戏 在台湾自称大师的人很多 但被公认是大师的人很少 李国雄绝对是 他认为是剧场界在演艺界的大师 但今天他不幸过时 我们看 他带着满满的爱 很平静的离开了我们 终究这一天还是来到了 李国雄的太太王爷 墨镜下泛着泪的双眼 亲自宣布了挚爱的死讯 也带来了李国雄老师 人生最后一段话 在我的人生舞台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谢幕 我留下了27个剧本 听你们细细品味我的戏剧人生 天德教师尊无形古佛 将带领我走向另外一个舞台 在那里我会认真潜心修行我的编导演 继继继继续坚持我的最爱 我们上台燕戏 李国修一声奉献给舞台 也是在他最爱的舞台上 发现了身体有问题 2010年12月 罹患大肠癌第三期 即使到人生最后的尽头 李国修也不忘展现一贯幽默 他说 当菩萨要接我的时机到了 请让我走 叫到病床旁边 一一交代后事时 他不静 声色太弱 还幽默自嘲地说 虽然待在病房里 我从那窗户往外看 看着对面 中国医药大学的教室楼 我仿佛感觉自己 就像在一扫豪华的游人上 正待起航 口中描述的这一片建筑 是病他前李国修眼前的风景 生死交关的时刻 父亲没有丝毫恐惧 他希望大家 是能够开开心心地 来和一位老朋友告别 好 我觉得在台湾 不敢说每个人都看过李国修的这个戏 可是大家一定都非常喜欢他 他就在我小时候 他就红遍大江南北了 可是他居然放掉他 等于说在电视的工作 就跑去做剧场 做剧场多花钱 多等于说根本没有钱赚 我觉得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 他讲人的一辈子 把一件事情做好 那就功德圆满 我觉得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 但做起来非常非常非常难 人家有认为他是足备力 他就说了 连我的死亡都要是欢笑的 欢乐的 好 所以他希望 甚至于他告别式 大家都要欢乐 你跟我谈恋爱开始 像今天本来气氛是很 这个 你一直没有见过 但我要讲一个欢笑的 你刚刚说 你小的时候 所以就看他的 大阳南北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跟他同年了 你小的时候什么意思 你说我很老了 是不是 你看他就这样子 他就是要把欢笑带给大家 我们刚刚这样就觉得讲李国秀的死亡 我就要像我们这样子 用一种稍微带一点欢笑跟戏略 来纪念他的死亡 我觉得他在上面看的时候会很高兴 你就跟他同年 我真的跟他同年 说马西平刘宝洁 这个方式很好很好 不要哭 不要哭腔 这就是李国修的风格 我刚刚说你小时候听他的 他没想到你跟他同年 那一年我们说相声 经典啦 民国74年 那时候你还在读幼稚园 我知道 民国七 我已经当记者了 民国74年 那一年我们说相声 我觉得台湾的相声界 在舞台上 用舞台阶放起来 就是因为那一年 我们说相声啦